医生用一根指头来去看他的一个三部的一个脉象 那针对有一些这个脏腑的病痛呢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复诊 那么复诊主要就是看的一个就是心下位置 就是心脏下面是柔软啊 还是说就是一压就会痛啊 病人特别怕暗 接下来就是看这个胸斜下 是否这个左右两边是否也是一压就会有疼痛感 是否也是会特别的怕暗道 接下来就是比如说针对有一些女性的 她这个有卤部的这个两卤 那么也会是否有触痛 是否有包块 是否有节节等等 针对大腹部呢 那么我们会按压的时候 去体会这种就是吃软啊 还是说是一个正常的感觉 还是说她的腹部有膨胀啊 浓起的啊 或者是说特别的薄 特别的满 或者是说很怕的暗啊 就是很怕一上暗 一暗就会痛等等 然后是齐周啊 这个齐周为止 那么这个上下左右我们都要稍微的按一下啊 看她是否啊 按了会痛啊 是否皮下有这个筋脉在跳动等等这种感觉 啊 然后指的这个小腹为止啊 这个少腹 那么看她这个左右是否会也是会有包块啊 是否也是会按压会有痛感啊 病人会有明显的痛感等等 那我们常说中医治病呢 是靠这个万文问切啊 那么什么是万文问切 那实际上在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所有的这些 在记录一案的这个过程中 这些情况 实际上就是在做万文问切 那你们看我现在是不是用很直白的语言 用很接近实战的操作的这个解释 把这个古文的内容给解释 给大家解释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看到有留言说中医中药虽然很好 但是不会用 那么我想说的是你得跟着我学呀 你不学知识怎么会你怎么会掌握呢 你要学了认真学用心学 你自然就会搞懂 那我们通过这个四诊 也就是万文问切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呢 还有这个病人症状的这个说明 还有他体征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把所有这些信息 我们在脑子里面进行一个分析 进行一个综合 那我们去判断他得这个病的这个原因和性质 以及他体内一个正邪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就得出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造成了他身体这种发生了异常 这里就出现一个概念 叫做变症 这个症指的就是他的病因 同时呢也体现他得了这个疾病的这个本质 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中医的这个核心概念 叫做变症论治 那这个症呢 指的不是病症的症 而是指的他是病因 而我们讲中医是从宏观 从整体来看问题 就是他得了这个疾病 他的身体之内到底是因为什么 而出现了这种症状 而避免啊 这个像西医一样 就是说头痛啊 我就开个头痛药啊 脚痛 我就这个脚痛药 肚子痛 我的兔子痛药 那么中医关注的是他 同时比如说同时出现了头痛脚痛 肚子痛 那到底是什么 会造成他身体整个内循环出现的紊乱 造成出现这种病动 他关注的是这个 那么然后找到了这个主因 我们再来论治 就是根据这个辩证的结果 我们来再确定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 从宏观 从整体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现在应该看出这个疑案有多重要 因为他记录了万文文切的一个结果 便于你摘取要点进行分析 判断原因 然后得出治疗救病的一个手段和方法 我可以看出这个疑案